整個故事裡面 涉及到刑者的包含第一個動機 還有共犯有哪些人 還有一個是行為人 共犯犯的是什麼程度的罪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般人我們比較難相信 除非是突發的啦 預謀去媽媽要知道 兒子要殺老爸 然後要去贊助他 支持他 基本上我們認為 這種情形不太容易發生 因為他是一次失去兩個親人 除非他有把握 永遠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樣子的風險是很高的 除非我這個兒子我也不要了 沒差 不過不好意思 鼠奧啦 鼠奧好像是這個阿嬤 就是丁先生死者的媽媽 說我先不不太開心了 不是我是說外人OK 自己的兒子他同時失去丈夫 當然丈夫不OK嘛 兒子他也會失去 因為殺人罪一定會關 除非他有把握兒子 永遠消耀法外 所以當他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明確知道是要殺這件事情的時候 媽媽在中間的加工的性質 我會認為我們比較保留 因為這種比較少 除非是說話 夢了 我也恨我兒子 我也恨我丈夫 剛好他們兩個要打起來 好啊 你最好太太死 兩個都死 最好 一個人說他一個死 這種情形我認為比較少 除非媽媽真的很討厭這個兒子 所以我們一般正常的邏輯來看到 縱然有所謂的情殺或仇殺 我認為比較曖昧的是媽媽的角色 因為媽媽的角色可以扮演很多種可能性 第一個出來扛 他就真的出來扛了嘛 對 幾天他是要扛 對 不惜一切出來扛 那第二個是 他到底知道什麼程度 這點也是他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譬如說 今天不管爸爸如何 除了什麼 不管如何爛 那爸爸跟媽媽曾經 可能兒子跟媽媽曾經討論過 爸爸真的不好 我們是不是好好教訓他 如果單純這樣一個字眼 那他帶兩個朋友進去 說要教訓他 那是不是殺他呢 就媽媽窒息的立場來說 會有問題 包含他的兒子說 媽媽在那邊拔風 他是拔什麼風 是基於我們在還沒動手之前 大家開一個會 要給死 還是母子 你在外面看 我會把你教死一下 是這種風 還是殺人的風 我覺得這兩個人 這個還是要小小 要給死 還是要把他教死一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處理一下 處理在什麼樣的地方 把他處理一下 這樣好像沒有刑責嗎 沒有沒有 還是有 媽媽到底知道什麼程度 刑責差非常非常多 他是基於傷害的認知去把風 還是基於殺人的翻譯去把風 這媽媽的刑責就完全天場之別 而且更何況還有第二個部分 是假設媽媽在前面 知悉的不是很清楚 後來才發現 你在幹這個事情 我去幫你把屍體扛來 把他藏起來等等 那是另外一個湮滅證據的這個罪 所以媽媽的角色 我覺得在這個空間裡面 好 那我現在講定 媽媽是把風的 媽媽是知道的 這樣犯什麼罪 要看他知道什麼 他是知道要教訓他 還是知道要把他殺掉 如果是共犯的話 當然就是殺人罪的幫助 或共犯 因為他們事情有謀異 我們一般所謂的共犯是指 他們都不知道啊 我們一頭東西出來 像我們去台西人啊 你聽到喔 這樣子的共犯行為就不一樣 殺人是臨時起立 他們兩個幹的 我在外面是基於在裡面把風 我是把竊盜風喔 不是把殺人風喔 所以這個情境之下 萬一把官真的查出實情來 對 沒錯 那你們兩個是殺人罪 我還是竊盜的 這樣一個犯罪 那這個長子啊 24歲的長子 他一說說 我是失守殺了我爸爸 一說是說 啊 後來他翻供說 啊 確實有兩個人進駐 然後他這個買兇殺人 已經先給20萬 那這樣子的刑責又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是可能考慮到動機啦 這個動機有兩種 一個動機是謀財害命 這個動機在 我就我曾經說過 台灣的法官對於謀財害命 是罪不能原諒的 因為那個財的貪字 從我們小就教育到大 但是至於情仇財 情殺跟仇殺 基本上面 我台灣的法官容忍度比較高 就是不會把他判死刑 就是你為了遣救殺人 這個事情需要重罪 對 非常非常重 法官在良情上面 不會有任何的同情 那因為我討厭 因為王瑞德常欺負我 我把他殺了 這個就沒有那麼重 就在比較起來 就沒有那麼強 那是感情的問題 他情緒上面的控制 基本上法官會認為 每個人都會有 情緒控制的問題 那那個是很難去做衡量的 那種判斷 那是從小不能做貪這件事情 我們有教育過 不是你的不能拿 但是如果基於情跟仇 這些事情是 什麼樣的情 什麼樣的仇 在每個人的主觀上面的 那個強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對他來講 如果是基於真的爸爸 因為看起來錢不多 我們就開他們爸爸的遺產 然後還要去花錢買修 所以我認為如果是 真正在基於義憤殺人 或者是基於他爸爸真的不好 或者長期家暴 這個案件如果通常 我們按照看這樣的行動 幾幾十年 殺個人十年多以上 差不多了 因為是家暴 長期以待爸爸被虐待 我是幫媽媽出一口氣 這個動機成立的話 行動會差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們剛才談到 是摩山海敏 我認為以現在的氛圍 很無奇突起